今天新增了7533例确诊病例 再创单日新高 另外也新增了13个人死亡 还包含了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 是香港目前最年轻的染疫死者 由于病床告急 港府目前也征收了体育馆饭店等场所 来安排病人入住 体育馆外拉起封锁线 警方看守戒备森严 香港疫情大爆炸 医院病床不够 港府征收体育馆安排长者入住 同时征收公共房屋及饭店 房仓医院也开始动工 大陆医疗专家来港视察 提出多项建议 香港21号新增7533例确诊 再创历史新高 另外也新增13人死亡 包含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 是目前当地最年轻的死亡个案 但港府这天没有公布初步阳性的数字 以及所有死亡个案的详细资料 坦言因目前案件增多 化验及调查进度延迟 无法反映疫情的准确趋势 此外香港预计要从24号开始 实施疫苗通行证 适用在餐厅超市百货公司等场所 学校医院及政府机关也会实施 如果没有打疫苗 QR Code会是红色 扫描时也会发出警示声 但由于一张通行证能在多个手机上使用 港府也呼吁不要倒用他人的证明 但因目前香港疫情不断升温 党局仍不排除再缩紧防疫规定 接着综合报道